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灯火阑珊则是非常感人的题材 要完成王夫的遗愿点亮消失的霓虹灯罐 推荐新面之前我们先来介绍大明星 他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人 我们来念一段他获颁第二十二届国家文艺奖的得奖理由 他的创作成就跨越地域兼顾电影多重像度 在演员 编剧 导演 电影监制等身份的转换游刃有余 更致力投身于台湾电影整体环境的提升 在重要的电影运动的关键时刻 扮演推手角色 带动电影风潮 培育优秀后辈 以传承的精神 让电影人的成就更上一层楼 为台湾重要影展开创出不同的格局 哇 有没有觉得他非常具有影响力 想知道这位大咖是谁呢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 视频人佛罗阿德 哈罗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虽然女性占了整个世界人口的一半 但是在电影圈 女性电影人还是算少数 撇开演员不谈 幕后工作人员 尤其是导演多半是男性 那今天 哇 他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 不仅能演能歌能编能导 目前幕后的成就 早就获得大家的肯定 尤其还担任过金马银展主席 荣获国家文艺奖 在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圈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阿德我们先来聊一下张爱佳的明星魅力 对 也要祝他七月即将是七十岁大寿 看不太出来 对 而且人家说人生七十才开始 张爱佳的确是如此 因为虽然他的年纪已经即将七十岁了 可是他仍然是充满了活力 然后继续在两岸三地的这种电影业里面 做出一些贡献 例如他会去拍新导演的电影 也就是我们这周要介绍新上瘾的电影 灯火蓝山 然后让新导演有发挥的余地 而且愿意拿很低 甚至没有拿片酬 很了不起 然后支持这些新导演 然后当然他在金马奖的贡献 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身为那个主席 其实有非常多盘杂的事物 但是七十岁即将七十岁的他 甚至也要又有新的尝试 有什么新的计划 对对对 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看过 奥斯卡那个女配角 尹汝珍的饮食堂 就是韩国实境众议节目 我们台湾也即将会有推出一个 由张爱佳所领军的这种 这种实境众议 就是类似像饮食堂开餐厅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个张爱佳女士新的改变 而且其实在疫情这个爆发后 或者是他其实年近七十 我们发现他说他以前不怎么运动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开始跟那个周润发 就找他一起去跑步 对所以他现在也爱上了跑步的感觉 哇非常健康也开始跑步 而且还策划出新的构想 我们也期待这个张姐 这个新的构想可以逐一的实现 来谈一下他是怎么出道的 他1953年在台湾嘉义的眷村出身 父亲是军官 空军的军官 然后他的外公 听说跟中广还有关系 前总经理 也当过新闻局长 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然后后来他父亲因为撞山罹难 就留下妻女 当时张爱佳才一岁多 对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童年 就是说父亲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就因为国捐躯 那非常辛苦 还好母亲就是很坚忍的带着他 例如有到美国 甚至在香港 他童年都在那边居住过 然后之后在台湾 他也有在台湾的美国学校 等等的就读 那因为他的那时候童年 在美国就是有念过书 于是呢他对那个 我大家也知道嘛 他在很多大型的场合 或者他曾经也担任过 金马奖的主持人 有刘绿的外语能力 然后他就开始 因为对音乐很有兴趣 刚开始16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当DJ 17岁的时候 他开始从事歌手 和主持的工作 当时他也跟刘文正 有当时的巨星 然后双方有一些 音乐上面的合作 没有错 早期的演艺生活 就非常的多采多姿 那讲到他跟电影 电影的故事 19岁他到香港发展 然后接拍第一部电影 那早期 哇我现在想到 原来就是他 他曾经跟麦家 主演过最佳拍档 麦家就是光头警探 他在里面是演一个 妖汉的女警官 对对对 就是打破了 一般的女性在电影里面 都是饰演一些被保护的 或者是很漂亮 很性感的花瓶的角色 然后他可以跟麦家 跟许冠杰 并驾齐驱 然后成为最佳拍档 所以就是警匪喜剧 然后大家觉得 很惊喜这样 那另外当然他在 1976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流行 一些爱国电影 包括什么 八百壮士梅花 都有他去演出 当然还有跟大家 大家惊喜的 在1997年 他拍了金玉良缘 红楼梦 然后林青霞饰演贾宝玉 他则是饰演林黛玉 哇也算是里面的 亮点人物之一 那讲到他跟电影讲的结缘 1981年 他是凭我的爷爷 获得第一个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 那后来他也接下编导的任务 最爱这部片呢 不仅让他二度夺下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也入围了金马奖 最佳导演跟最佳原著剧本 那如果摊开张姐他的作品 他导演的作品 比较有名的 包括什么最爱 新童居时代 少女小鱼 今天不回家 还有心动等等 好像都在讲女生的故事 对 那当时他指导的最爱 找来的林子祥 妙千人 还有他自己演出 然后他就获得了 最佳导演的 金马奖最佳导演的提名 而且拿到了台湾跟香港的 这些女主角的影后的肯定 然后也让大家肯定了说 他在导演方面的才华 那当然最重要是 他在1995年的少女小鱼 让刘若英担任女主角 也让大家惊喜说 又发现了一个国片的心心 对 尤其是另外一个 也是多才多艺的代表人物 那讲到张爱佳 他早期的导演的作品 心动一定要提 对 里面的卡斯 金城武 梁永奇 还有莫文蔚 在讲这个小情侣 梁永奇跟金城武呢 好像他们的恋情 不被对方的家长支持 那甚至连闺蜜 梁永奇都发觉到 闺蜜莫文蔚 好像对他有一些 这个感情的存在 造成他们波折不断 虽然说是小情小爱的故事 但是很特别 好像每个人都有 那么一段心动的故事 对 而且更惊讶的是 莫文蔚虽然暗恋的是梁永奇 但是他居然嫁给金城武 然后金城武又喜欢梁永奇 对 可是说实在 在1999年 张爱佳自己写的这个剧本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 帅哥金城武 无敌帅哥金城武来主演 可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剧本到现在来说 依然是非常的 让大家觉得惊喜 因为已经走上了 现在所谓的那种什么性别 或者是这样的议题 对 所以就是还蛮特别的 当时还走得蛮前面的 对 那更不用说 他曾经在这种经典作品 杨德昌导演的海滩的一天 跟胡音梦合作 所以应该可以说 像最佳拍党 或他在香港拍了很多的电影 都可能是比较商业取向的 那但是他也不忘在 就是跟杨德昌 这样子的新锐导演来合作 然后拍摄一些 比较艺术型的电影 当然大家可能 有时候可能还会在电影台看到 他当年有一部 台湾跟国际合作的电影 叫Z字特工队 他跟梅尔吉伯逊 还有我们那个 就是侏罗纪公园的博士 三姆尼尔当年就在台湾合作 哇走出亚洲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先跳出来 来谈一下张爱佳的音乐作品好了 我相信经典作品 大家一定从小唱到现在 童年或者忙与忙 那么他跟这个罗大佑之间的恋情 也是成为大家的一个话题焦点 后来他奉子成婚 夫婿是商人 但是儿子在香港上国际学校 这个被绑架的事件 也是轰动当时的港台影剧圈 听说当时那个心理阴影 也导致张爱佳好像是 吸引就是一些日子 就专门陪他的小孩 要走出这个阴霾 对而且他们后来 曾经在国外住了一段时间 还好是有惊无险 孩子并没有被绑匪 也还没有那么泯灭天良 就有很多他把你绑了 就撕票还跟你要钱 还好这个孩子是平安的救出来 那我觉得这也对他的人生 产生了一些 让他的就是作品 会更为丰富的一个来源 就是身为一个母亲 然后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很多的作品 比如说他后来跟他的弟子 因为他也是经纪人 他是刘若英跟李星杰的经纪人 然后当年2004年 他们一起拍摄了20 30 40 这样的一点 有人开玩笑说 张爱佳即将迈入70了 下次这个20 30 40的续集 可以就是有另外的提升 哇不错不错 也是人生的体悟 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提息后劲这一部分 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但是他在荧幕也积极的去挑战自己的一个戏路跟造型 或者说角色 包括像华丽上班族 也让他角逐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那里面是在讲董事长 这个集团的董事长是周润发 他请的这个CEO就是张爱佳饰演的CEO 然后感觉上于公是董事长的得力助手 但是于私其实是他的地下情人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公司里面 勾心斗角趁火打劫的故事 对就是社畜啊 就是陈奕迅跟汤伟 是等等的 然后跟上阶层的周润发张爱佳 然后这部片子又有大量的歌唱的画面 然后就是蛮具有一个前面性的挑战 对 那这部电影呢 也许卖座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张爱佳女士寻求突破的那种 就是那种决心 然后当然2017年就是再度入围金马奖的相亲相爱 相爱相亲 相爱相亲 他跟田壮壮等人的合作 也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而且又觉得感动 嗯 他特别会描写那种不同世代的女性的故事 在相爱相亲 因为我蛮喜欢这部电影 对 他在里面呢 饰演一个即将退休的中年的妈妈这个角色 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然后跟丈夫之间的情感 虽然说他们彼此依赖多年 好像还是有一些沟通的问题 加上小孩也大了 好像那个代沟的存在 其实把这个女人 女人的心事也是描写的思思入扣 对 而且张爱佳女士 他也是除了提惜这两岸三地的新导演之外 其实他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新导演 也是有给他们这种 就是愿意这种跨导演出 然后例如之前的海南鸡犯等等的片子 然后他也就是跟东南亚的这些电影人士合作 于是呢 所以他前几年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女主角 以及终身成就奖 哇能够得到终身成就奖 相信这个辈分已经是了不起的等级 他也荣获第二十二届国家文艺奖 那在金马奖上的成就 我们也来帮他算一下 他已经获得三座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还有一座最佳女配角 是仅次于张曼玉的一个成就 对 那因为张曼玉已经吸引多年了 所以我们相信70岁的张爱佳 还是可以继续与他的作品入围 甚至再拿一座金马奖 最新一座的金马奖呢 其实就是这个礼拜要上映的灯火蓝山 那我觉得题材也非常非常的特别 是在讲这个丈夫过世之后呢 好像他的遗孀 想去完成这个丈夫的遗愿 结果跑去去制作什么 霓虹灯馆啊 对 因为他的丈夫就是制作霓虹灯馆 而且那个霓虹灯馆就是 以前我们可能看香港电影 或者是去香港玩的时候 香港的招牌不是都很大吗 对 然后他老公就是专门在做那个 那个招牌旁边 让他可以霓虹灯 然后晚上的时候 即使大家都休息了 可是那霓虹灯招牌 还是依旧在街头闪亮 是 然后那这位灯火蓝山的新导演 当时写这剧本 然后他就是寄给张爱佳 然后他没想到张爱佳愿意 就是就是那个来支持新导演 然后来拍这样的部电影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呢 任达华是饰演张爱佳过世的丈夫 然后他在丈夫过世之后 才因为以前肯仁敦丈夫就是生活 然后照料他养育儿女 可是他其实对丈夫的工作 并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丈夫过世后 他发现他经由丈夫的徒弟 告诉他丈夫死前的遗愿 所以他决定要自己来学 这个霓虹灯的技术 然后学着曲馆啊 怎样怎样制作 然后这也是象征的 香港现在已经不太用霓虹灯的招牌 现在已经换成新的 应该是LED的招牌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消失过世的丈夫 跟消失的霓虹灯管的制作技术 这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好如果喜欢张爱佳的朋友 可以锁定这部灯火阑珊 那这个礼拜还是有很多新片推出 不管是在影音串流平台 或者是在这个院线 我们待会都会介绍哦 不要错过了 电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李是影君级 免费招待都可以 当电小二碰到影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依赖 欢迎大家来到电小二肺夫 经营的电影餐馆 在开张之前呢 还是让我宣传一下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怎么加入呢非常简单哦 只要拿起你的手机 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请到跟我一起掌除的 还有影评人佛拉德 我们先来介绍这部片哦 吸血鬼特著雷飞尔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职场霸凌的故事 我们知道台湾的灌老板很多哦 那上班族呢敢怒不敢言 因为你还是要为五斗米折腰啊 对其实国外也很多啦 所以才会拍出这样的一部电影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其实这个吸血鬼 这个伯爵的故事 其实说真的已经拍烂了 连基努李维他们都演过了 对对对 那究竟你德古拉的故事 还能够有什么新意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导演跟编剧 他们联手创造了一个新的创意 就是德古拉伯爵当然还是继续吸血鬼 然后他一直存活到现代 然后甚至出现在美国的纽奥梁 但是如果只有他一直出来吸血 或者是又在谈那种 太老套了 对对那种几百岁的吸血鬼 又跟那种年轻的女孩的那种恋情 这种太不政治正确 于是他们把他设想成 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老板 他就是会去说死 叫他的助理 就是尼可拉斯霍特 饰演的雷菲尔 就是他们从几百年前 他就诱惑他 以财富 然后或者是不死之身 来诱惑他 然后雷菲尔就心甘情愿为他卖命 这样子这个设定就有趣了 就要可以跳脱出来 从这个助手的角度来 开始剧情的铺材 那我就很好奇 既然他说是吸血鬼的特助 这个特助 他要帮吸血鬼做哪些工作 因为大家知道 你那个德古拉伯爵 他不能见到光 他是晚上才能出现 对他白天根本不出现 他平常是睡在棺材里 对不对 然后晚上他才出来 那所以他有很多日常的事情 甚至连他那可怕的披风 都必须要送干血 对啊 你不送血的话 有时候沾到血啊 对啊 很伤 所以这个特助就要帮他处理 对 然后而且因为他常常 他比如说他们这时候住在纽约 然后他德古拉伯爵 吃了很多人 吸了很多人的血 那你的命案太多了 人家就开始调查 那他们就要赶快再搬到宾州啊 搬到波士顿啊 然后最反正故事的开始 他们是搬到纽澳粮是那你要搬家搬迁那些事情 伯爵他一出现大家不吓死 对所以这些事情都必须要由雷菲尔 就是他的秘书兼助理来做 而且甚至这个雷菲尔 就是要经常到外面去帮他找 他想要吸血的对象 然后 所以不是什么人才会吸 就是他还是有选择性的 他会先帮他挑好猎物 对对对 然后他还会就是一个贯老板就是说我我喜欢吃什么什么的菜哦 是你要帮我挑招这些人哦 比如说啦啦队队员 对啊 就是那些年轻人 这个就很像那个比方说老板啊 要叫这个火鸡去买便当 他可能会规定那个菜色里面不要有萝卜啊 不要有洋葱 但是吸血吸血其实也有对象的挑选的选择 对对对 譬如他好不容易弄到一些坏人 就是吸毒的或者贩毒的坏人 然后把那些人弄弄到这个给老板让老板想 老板不满意 老板就说这什么货色我不要吃 吸的口感这么怪怪的 对对对 然后就骂他 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对老板就是那么难讨好 对不对很机车 然后他非常委屈 然后但是因为他在寻觅对象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片子比较有趣的安排 就是美国人很喜欢有那种 不只是美国人就欧洲有很多 就是有那种借酒协会 有没有是就是有那种互助会 就是一个人你去跟心理智商师说 我想要借酒或我想要离开一个不健康的关系 但是你自己的力量很薄弱 所以他们会主持成一个心理智商师 就会帮他们找相同有要借酒的 那心灵团体他们遭遇到同样的苦难 同样的问题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团体就围着一个圆圈圈 然后每周固定聚会 然后每个人就想说 我的不健康的问题是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控制狂 我离不开他然后很痛苦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他本来是要去那边找 他是要跟踪一个他觉得他老板会想吸血的那个人 结果那个人进入了这个互助会 他只好混进去 然后他听到那些人在讲他们的不健康的关系 无法离开 例如可能是跟老板 然后可能是跟自己的男朋友 可能是跟自己的老婆 然后每个人在倾诉他会觉得 对我也是这样 我的老板也很可怕 然后那种互助团体都会喊口号说 我够好 我值得自己获得幸福 我可以完全掌控我的人生 我要摆脱这种不健康的关系 哇所以雷菲尔从这个团体 他是不是获得一些启发 对他想要离开他的冠老板 他想要离开吸血鬼的古拉伯爵 然后但是这部片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因为他参入了一个 我们台湾的观众也很熟悉的奥卡菲娜 奥卡菲娜呢 这位喜剧女演员 他在这部片中饰演一个刚正不阿 而且想要替父亲 他的父亲也是个警察 可是后来被当地的那种 势力非常庞大的黑社会家族给谋害 但是祖谋却没有事 因为祖谋也收买了其他的这种高层的警官 所以他力士要找出这个黑社会家族的这种证据 然后要揭发他们替父亲复仇 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就是雷菲尔 就是在一个餐厅里 一不小心跟这个奥卡菲娜就遇上 然后奥卡菲娜遇到黑社会 就是警告他说 你不要再揭发我们的事情 不然我就一头把你打死 他说你打死我好了 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太帅 于是他就用他的功力帮助他 然后在那个餐厅里的混战 就是非常的精彩 不过这部片子也是相当的血腥 我要告诉各位多血腥呢 比如说男主角 他直接拔出了黑帮打手的 他们那种打手就是 拔出什么 那个的手臂 他们的手臂就像巨石强身那么壮 他就直接把他 一扯就扯下来了 对因为他有那种吸血鬼的功力 他把他扯下来 扯下来之后呢就已经喷血了嘛 然后这时候打手很多位啊 然后他就另外有两个打手来 他就左右开弓 把那个手臂插入 那些他们的胸腹 然后那些胸腹就流出血 瞬间变成胸气 对对对 我还第一次看到 好像我好像没有看过这种招数 天哪现在是用餐时段 没有各位 只是那个只是血浆调出来 而且我告诉各位 其实有时候 演员就是最忌讳说 你的片子会互打 我们的导演克里斯麦凯 你很厉害 他的上一部作品 《龙与地下城》 就是盗贼荣耀 正在台湾上映中 然后他现在这部片子 雷菲尔又上档了 然后我觉得他的导演风格 很值得期待 里面的血浆的含量 是非常惊人的 然后血肉横飞 身手益处 只能说这个 如果是重口味的观众朋友 应该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爽度应该是破表的 好 那我们最后也给这个电影 一个指数吧 电影指数 小助理起身反抗 吸血罐老板 四颗心 这是一部搞笑 但是会喷血的喜剧 好 我们再来介绍 另外一段也是 能够讲恐怖的关系吗 还是奇特的关系 柴可夫斯基的妻子 这个新片呢 是在讲一位美丽的少女 她在聚会呢 被这个柴可夫斯基啊 非常美妙的情音吸引了 对她一见钟情哦 那这个时候呢 要当柴可夫斯基的妻子 就成为她一生的目标跟志愿了 她就不断的去写信 不断的去表达爱意 哎 结果后来她们真的在一起 然后真的结婚了 对各位请像雷菲尔一样 要勇敢的离开不健康的依附关系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对柴可夫斯基跟她的妻子 就是一段不健康的依附关系 然后当然在那个时代 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 对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呢 她生活的家庭 其实她的家庭是反对 她跟柴可夫斯基结婚 为什么她那么有名 然后那么有才艺 那么有才气 因为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同性恋者 对 同性恋者没有问题 问题是她不应该娶太太 对不对 因为她喜欢的是男人 她为什么要跟女人结婚呢 那这里当然也有描述 首先当然是女主角 她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同志 那她很仰慕柴可夫斯基的才华 因为她自己就是音乐学院里的学生 那柴可夫斯基等于是她的老师 对 那她仰慕她的情意 跟她作曲的才华 那柴可夫斯基呢 因为她很挥霍 然后再来应该是她当学院里的老师 那个钱也不是很多 是 于是呢 女方就跟 就很热烈的写信追求柴可夫斯基 而且告诉她说 我有嫁妆 我有一块我父亲留给我的地 所以他们结婚 之所以结婚 柴可夫斯基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并不是说两个人是真的彼此喜欢对方 可能是只是看上她的钱 可以帮她度过财务危机 对 而且后来因为那个土地 森林那块土地要卖出去 有一些问题 柴可夫斯基还生气 所以说哦 那个你不是跟我说这块地卖掉就有钱吗 但是所以当然他们就是有一些这种冲突 可是这一段悲惨的婚姻只维持了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 不到六个礼拜 柴可夫斯基就愤而离开了女主角 但是 他们后来也有恰伤离婚的事 但始终没有签字 为什么 是妻子不愿意啊 嗯就是妻子说 那个因为那个那个当时的法律是说 只有犯错的人 是 才能够提出 嗯 嗯 没有犯错的人才可以提出离婚 哦 所以难怪他在里面我看到有一场戏哦 是他非常大声的就是大声嘶吼说 我是柴可夫斯基的妻子 只有神可以让我离婚 只有神可以 但是我也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陷入那么疯狂的关系 然后不愿意脱离啊 他为什么无法自拔啊 嗯 就是因为就像这个 那个吸血鬼 这个他们那种互助会 你念在那边讲 就是有时候你跟一个人的关系 就是 比如说不论是夫妻或者朋友 或者是亲人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脱离跟他的关系 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可能很自卑 或者是你有一些你真的很爱他 对然后等等的一些后装复杂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柴可夫斯基的戏份并没有很多 重点都在这个妻子的身上 那他有没有尝试想要去改变 比方说如果柴可夫斯基是同志 他有想要去尝试去改变吗 他 改变他的性向 也没有 他刚开始他并不知道 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男同志 而且那个年代同志可能是要被被发现的话 是要被处罚的 是有罪的 所以那时候他甚至柴可夫斯基是跟他讲说 我没有办法有很热烈的爱上一个女人 可是我们可以保持像兄妹一样的关系 他听不懂 他不知道 他想说只是不会一直揉揉抱抱 或者什么啦 结果后来他发现 结果结婚以后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面对的是一个无爱 而且可能是无欲 没有欲望的丈夫 那个丈夫有欲望在外面 但是不是对他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冲突之类 然后其实真的很悲惨 就只过了六周的婚姻生活 然后从此以后 柴可夫斯基就不愿意见他 然后只会派律师等等的人和朋友来逼他离婚 对所以后来 而且在那个年代女人没有什么工作嘛 所以那个柴可夫斯基就每年会给他那个赡养费 对 就生活费啦 因为他们始终在法律上是没有离婚的 对所以这部片子啊 其实是很悲惨的 我觉得很多人 这部电影也有参加去年的坎城影展 而且这部这个导演 俄罗斯的导演啊 他基里尔他还很悲惨 他之前都是一直被软禁 然后直到去年三月他才被放出来 然后到坎城五月的时候去坎城影展 参加这部电影的世界首映 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到后面 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到六周 可是女主角呢 他在这个电影的里面 我们会看到他有几次有见到柴可夫斯基 可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都是他的幻想 对所以这个非常悲惨的女人安东妮娜 然后他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 而且我们在片子最后也会看到他的真实的照片 就是一个作茧自负的女子 我们最后也给柴可夫斯基的妻子一个电影指数 同志妻子的心酸与疯狂四颗心 待会来介绍其他新片哦 不要错过了 你喜欢看电影喜欢聊电影吗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下桌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欢迎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谣定大家一定要把节目听完哦 因为在最后会有孤注一职大作战 什么意思呢 介绍的新片那么多 我们会请这个特别来宾呢 就是从里面挑出孤注一职的选择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你的选择跟影评人选的一不一样呢 今天请到来宾是佛罗阿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郑年轻这个新片 这个郑年轻好像在讲一个 剧场学校发生的故事 里面这些年轻人 他们进入这个剧场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能够脱颖而出吗 对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演员 然后这部电影的那个时代背景 是80年代 而且呢描述的就是真实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叫谢后的 这个很有名的这些剧场的 这种等于是领袖人物 也是由我们大家熟悉的路易卡瑞 发生在法国 对那他这位谢后老师呢 他就是训练出非常多很强的演员 然后那些人呢 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直剧场这样 让他们有磨练先甄选了一批 然后呢经过激烈的淘汰之后 然后留下来的人就是可以演出剧场的剧 然后之后甚至可以到电影界 或者是戏剧界去发展 所以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一群年轻的演员 然后还有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故事 对然后其实片子一开始就非常的惊人 因为我们这部电影呢 就是有跟采可夫斯基的妻子一样 就是入围去年的砍城影展 而且这部正年轻还获得了 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 最佳新人等等七项的提名 那他这个女导演呢 瓦莱利亚布鲁尼 他其实也是法国非常有名的导演和演员 他就是把这部片子呈现出 他当年就是他本人年轻的时候 去参加邂逅老师的这一个 去戏剧学校的甄选 然后在里面的爱恨情仇的故事 然后一开始的片子就是他那时候很年轻 他没有什么演出的经验 然后他要去甄选 他就是演一个妓女 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跟人家发生激烈的 这种演对手戏的人 就是激烈的冲突 然后他为了要能够争选成功 他甚至把自己的这个衣服 扭扣解开裸落双风 然后让所有的评审老师都惊呆了 天哪 对对就是我以前也听过很多人 没有没有 他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演 他只是要进入这个戏剧学校 争取那个机会 对对对 因为当时有非常多人 然后第一轮他们录取了40个人 然后40个人在这个戏剧学校 进入这个戏剧学校 只有40个人 哇光是海选阶段就那么激烈啊 对 还要全身脱框这样 对对对 所以他想尽办法 就是要吸引评审老师的注意 然后40个人里面 进来这边选以后 又最后很残酷的 只能留下12个人 哇那一剧竞争非常激烈 对对对 然后女主角从第一场开戏 我们就知道 他为了要上这个戏剧学校 他认识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老师 评审老师后来 他们演完了都会 这场戏演完都会说 你有必要要脱衣服吗 对对 然后然后像有的人 另外有一个人 也是学员 他想要来 他你知道吗 他把番茄酱撒在整个头 头上就是当成是流血 就是大家都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就是像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的什么北义大等等 那些那种戏剧系 要去考试的人 都要使出浑身结束 这个是在舞台上面的竞争 我很好奇 那在私底下呢 这些学员 他们彼此会有情愫发生吗 当然有啊 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 而且后来还有一段 就是更妙 就是那时候80年代 开始有艾滋病的问题 有一个学员呢 他就风流倜傥 然后他已经结婚了 但是而且他的太太 在生孩子的时候 验出孩子有 就是他妻子有艾滋病 然后这个男的 他学员不愿意去验 弗兰克他不愿意去验 因为他怕验出来 如果他有 他就会很难过 可是其他的女同学 就非常震惊 有一个女同学 就说天哪 我曾经跟他 那个黑羞过 对 然后另外几个女同学也说 我也有怎么办 结果发现 然后大家就很紧张 有一段就是他们后来去抽血 检验 然后可是他们后来在 他们不敢去现场 就去问说检验结果怎样 就打公共电话 然后就问 然后公共电话说 不行哦 一定要亲自到处 因为这是隐私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哭说 拜托你告诉我 结果其他人不敢听 就已经跑到外面去 后来最后那个人问到了 然后跑过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都是阴性 结果大家就 对对对 然后所以 那当然这最重要 就是女主角 也是导演自己 在里面也认识了一个 跟他一样 对热情 对演戏非常狂热的 一位男朋友 可是这个男朋友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这男朋友在吸毒 然后可能男朋友就跟他说 没有啦 吸毒只是放松 我随时可以戒毒 然后两个人就分分合合 可是当然最后 这种青春故事 总是有人领便当 就是他的男朋友 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 就是带给女主角 就是人生 就在这个青春的时间 爱与死亡 都成为他主题 也帮助他成为 最后来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伟大演员的养分 透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这群年轻人 他们对于这个表演艺术的热情与向往 好我们最后也给正年轻一个电影指数吧 Forever Young 以青春为代价的表演课程 代价非常昂贵 三颗星 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最后一部新片咯 但是要先休息一下 但是休息之前呢 阿德 俄罗斯方块你玩过吗 我没有 我只有看过 对 那么经典的游戏 它是杀时间 我觉得非常好的游戏 因为我杀时间的时候 就不会以为我玩电玩 不管是在手机啊 对啊 甚至以前那个掌上型游戏机哦 但是其实他也牵涉到一些这个 版权的问题 甚至是什么谍爆战是不是 对美俄谍爆战 哇塞 而且最近他的好朋友马力欧 不是也创下了全球的票房记录吗 待会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新片哦 俄罗斯方块版权之战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就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今天请到来宾视频人佛罗阿德 要介绍这个片哦 俄罗斯方块版权之战 讲到俄罗斯方块呢 我觉得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在那个时间的压力 他可以训练你手眼的敏捷度 好像牵涉到你对整个积木 那种空间感啊 逻辑的概念哦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 克莎德 他里面不是在讲这个好玩的过程 他是在讲一个 类似是苏联政府 还有跟媒体大亨 任天堂公司也牵涉在里面啊 对啊对啊 因为大家后来可以 普遍的玩到这个游戏 就是他出现在 任天堂的Game Boy上面 是 然后那是八位元的Game Boy 里面设置了这个游戏 可是那个这个游戏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如果我们台湾有人研发出 一个这样的游戏 然后任天堂公司可能就直接来洽谈 政府的公务员 他在俄罗斯的科学院里面上班 他白天是公务员 晚上呢 他意外的就是开发出这种 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 因为俄罗斯方块为什么会这么好玩 其实他是结合了俄罗斯的诗歌 艺术还有数学的原理 真的有学问 然后研发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俄罗斯是一个很封闭的 的那种环 那个苏联是一个很封闭的这种环 那时候还是冷战 那他们根本就不会用 我们就是用的什么 就是那时候的DOS系统或什么 他根本不用那个系统啊 因为那个是美国人弄的 他担心会有那个 机密外泄 对什么骇客 可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以后 居然是俄罗斯骇客一直在攻击美国 对 所以就是风水轮流转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处于这种 而且那时候他们因为是共产国家 那些人这些公务员 或者是很多的人 都是处于这种一板一眼的态度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 他是娶了一个日本太太 他发现他偶然的在那种发表会上 看到有人在玩俄罗斯方块 然后人家跟他说这真的很好玩 然后他觉得这有什么好玩 画面那么单调 结果他一玩就玩上瘾 他就觉得我一定要签到这个俄罗斯方块的带领权 有生意头脑哦 对对对 可是那时候俄罗斯就是苏联是封闭的 你不能随便进去 而且你也不能够随便 就是外国人你没有得到许可 事前的许可 你不能够跟进入公务单位 当时是美苏冷战时期 对对对当然你是欧洲人你也不可以 反正他就是防着其他国家就对 然后于是我们男主角就单枪披码 他就跟任天康公司说 我一定要买下他 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房子都拿去抵押 然后借了三百万美金 就决定说 因为他要洽谈的那个窗口 居然跟他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跟 跟阿列克谢 面就是见到面 也是要跟国家机关 对对对 然后呢国家机关又是那边给你拖拖拖 然后他就觉得好不管了我就杀过去 结果他杀去以后 从他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就被盯上 就是KGB啊等等的 他们感觉到那个气氛跟外面很不一样 共产国家 对对对对对 甚至来跟他说 来帮他做翻译的女人 其实也是KGB的人 那当然是后面才发现的 然后于是他就要想尽办法 怎么样见到这个男主角 就是阿列克谢 然后要跟他希望阿列克谢 可以授权给他 可是没想到阿列克谢 根本就没有那个授权的权利 要经过那个俄罗斯 苏联的科学院的同意 里面牵涉到一些这个谈判过程的技巧 我有先帮他筹码 然后给你交换嘛 对对对 然后更可怕的是 其实还有英国劲爆集团 也想要来竞争 而且劲爆集团的主席 他跟那个哥巴契夫 可是所谓的好兄弟 他可以直接跟哥巴契夫会面 所以我们这部片子也会看到 那个演演哥巴契夫的演员 然后跟劲爆的集团 然后他们三方 各种势力就要开始 就是要 就是要得到这个俄罗斯方块的授权 听起来他是完全处于劣势 对就双方各显神通 然后各靠关系 然后等等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感动了阿列克谢 因为我们的这个男主角 他其实自己也有在研发那种游戏软体 然后例如他是研发什么西洋旗 的游戏这样子 所以他跟阿列克谢就交换了一些 他们对俄罗斯方块的一些 那个游戏有一些地方可以修改等等 于是当然这部片子啊 因为是那个好莱坞出钱了 于是后来也会有在俄罗斯街头飞车 然后KGB在追逐的画面 但是我想这一段应该是杜撰的 那为了要让更有戏剧性 然后但是也有很有趣 男主角他到了俄罗斯的时候 他招计程车taxi都不理他 然后他拿出香烟 就外国的香烟 央烟盒子 他个死就立刻过来 对对对 就是描述那时候的俄罗斯人啊 就是在那种极权环境下的那种状况 对那种博来品啊 感觉都非常的新鲜哦 对对对 但是这个当然最后就是很感人的 Game Boy上面当然就是有了 那个任天堂的就是Game Boy上面 就终于有了俄罗斯方块 然后至于中间这种曲折过程 那就请大家到影音串流平台来观赏 OK 但很感人的是后来阿列克谢 就是从苏联然后移民到美国 然后他们两个还一起成立了 俄罗斯方块的公司 哇 嗯好我们最后也给俄罗斯方块版权之战一个电影指数吧 闯入铁幕做生意四颗星 接下来进入台北票房观测站 要公布上个礼拜的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 第一名超级玛利欧兄弟电影版1224万 这个超级玛利欧其实跟那个俄罗斯方块 也是受到大家的喜欢 第二名捍卫任务4 447万台币 第三名龙宇地下城盗贼荣耀332万 第四名是灵牙之旅183万 第五名是Air117万 好接下来就是让影评人伤脑筋的两个小单元 孤注一直大作战 今天介绍很多的新片 但是如果只有一部 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阿德首先要推荐的是哪一部呢 我们来推荐玛利欧的好兄弟 俄罗斯方块游戏 然后这一个游戏是如何穿过铁幕 然后成为大家在Gameboy上面 很热爱的游戏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商战的谈判技巧 也告诉我们没有人会因为诚信 而成为百万富翁 然后这部电影有非常多的幕后角 目前幕后的角力 然后把这部电影推给大家 除了新片我们也没有忘记好片 不管是在院线即将下档的 还是在影音串流平台 容易受到忽略的 抢救影片大作战要就哪一部呢 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 夏日悄悄话 这部爱尔兰电影描述了一个 在大家庭中被忽视的小女孩 因为一个夏日到表亲家里面居住 然后重新在他们的关心关爱之下 然后找回他最人生的自信 然后把这部清新可爱的小品 推荐给喜欢文艺片的观众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够跟影评人佛罗阿德聊到这边 也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还是要提醒大家 赶快加入肺腹的粉丝团 如果你也喜欢电影 非常简单哦 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 按个赞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喜欢看电影呢 也可以锁定我们播出的时段 在中网新闻网 但是如果听得不过瘾 或者想要补课 想要补听 也很简单 只要在YouTube上面 在播客上面 搜寻电影下就上影 这个影呢 是电影的影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也欢迎大家 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我是肺腹